民间传说, 伟征梦斩经和龙王之后, 后者的魂魄便缠上了唐太宗, 让他彻夜难免。 唐太宗找来秦琼和魏池公两位猛将日夜在殿前守护, 尽管两位大将在战场上勇猛过人, 但毕竟都是血肉之躯, 无休止的日夜战岗, 谁也吃不消。 唐太宗只能一边将二人的画像贴在门上, 一边下旨征集能人意识替自己辟邪。 这里是古今小杂坛, 我是万卿。 湖南李陵有个名叫李田的猎户, 因其师父众手上山彩药而遭山霄邪气伤身, 就是心切的他灵光一闪, 在暴竹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销石、硫磺和木炭, 制作成威力巨大的暴竹, 用于辟邪处杖。 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 众手的疾病竟奇迹般痊愈了。 李田因此相信, 自己研发出来的黑科技一定能驱除唐太宗的心魔, 于是他北上入长安。 说来也怪, 自从李田在唐太宗寝殿前燃放起自制的爆竹后, 唐太宗就几乎没有做过噩梦。 唐太宗大喜, 重赏李田, 赤封他为爆竹祖式。 先民对火怀有极高的信仰, 西汉礼学大师戴圣整理编撰李济时, 就留下识人以为祭火神的记载, 说明古代早有祭祀火神的习俗。 未进时代的古识考则认为, 有圣人出, 以火得王, 造作钻碎出火, 教人熟使, 铸金坐镇, 民人大悦, 好约碎人。 火的出现, 给先民带去温暖和光明,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火的力量, 让原始人类捉摸不透, 重火意识渐渐形成, 火被视为由神灵掌管, 火神就此产生。 自周朝起, 凡邦之大事, 供坟竹亭辽, 只要一遇到大事, 无论天子还是诸侯, 都习惯在夜晚十分召集宗族子弟, 在庭院中点燃火把, 借助火光问不上天。 周治规定, 祭天一事, 以用凡柴, 及祭天之事, 堆起高高的柴堆, 以食生体, 欲博而凡之, 使烟气之臭上打以天。 当时的人们相信, 这种方式不仅能将人间之事上达天厅, 更重要的是, 借助神火, 人间的妖魔鬼怪也会速速避去, 还百姓安宁。 即便后来周世衰微, 这种习俗依旧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成了每年天寒时劫凡柴驱病的重要形式。 时转星移,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在西晋末年遭到五湖侵袭, 禁元帝司马瑞帅江北民族一关南渡, 由此, 拉开南北方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北方樊柴和亭达用的是木柴, 接赶到了盛产竹子的南方后, 暴竹就成了樊柴的平地, 逐渐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那时的暴竹颇为天然, 只以新鲜的竹节替代原先的樊柴进行燃烧。 但新鲜的竹节中空, 在高温的催发下空气膨胀, 出现炸糖, 从而产生巨大的暴裂之声。 南梁著名学者宗林在《荆楚岁实际》中写道,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 春秋未至端月, 鸡鸣而起, 陷于亭前暴竹, 以屁山骚恶鬼。 宗林笔下的山骚, 后来也被写作山骚。 与唐朝暴竹祖师同名的宋朝人李田 曾写过一本该文录, 在书中, 他曾记载了一个用暴竹驱轨的故事, 李其林首家, 唯山骚琐, 其令除夕巨竹数十根鱼亭, 焚之使暴裂有生, 至小乃既然。 山骚及山骚, 目前主要分布于非洲中西部以及泰国, 越南等南亚热带丛林, 古代曾在我国南方繁衍。 可见, 无论是山骚还是山骚, 此物最惊怕火光和响声。 所以每到除夕, 燃放暴竹, 敲锣打鼓就成了辞旧迎新的必要环节。 尽管暴竹祖师李田改良了传统的暴竹,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人们还是习惯于沿用过去传统的暴竹燃烧方式。 这一点, 中晚唐时期诗人来鼓曾在诗作, 早春中写道, 心力才将半指开, 小亭由聚报干辉。 而更晚一点的诗人寒恶则在《岁华记》中写道, 故除夕元日, 竹报广庭, 松标高户, 门战金流, 株连罗户, 以待乐意日新, 呈福寿财路。 从初堂到晚堂, 人们还是习惯于烧天然的竹子。 到了宋朝, 统治者仲文清武, 强敌桓四, 为了提振国威, 守住江山, 朝廷不得不花大力气抓紧研发黑火药, 即先进火器以预敌。 作为研发成果, 一批领先世界数百年的霹雳火炮, 突火枪等武器被装配到宋朝的军队里。 可惜的是, 火药武器生产虽然受到重视, 但仲文清武的观念却像把枷锁禁锢着统治者的思想。 所以, 大量被生产出来而滞销的火药, 逐渐变成了制作爆竹的原料。 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 曾在诗作爆竹行中描写过家仆除夕放爆竹的场景。 遂朝爆竹传自息, 吴农正用前五日, 食残豆粥扫罢尘, 劫捅无耻为以心, 劫尖汗流火力透, 剑谱曲将仍挤走, 儿童却力弊其风, 当街机的雷霆后, 一声两声百鬼精, 三声四声鬼朝清, 十声百声神道宁, 八方上下皆和平, 却时焦头叠床底, 游有余威可趋利, 平处要过添酒杯, 昼日西游夜浓睡, 反复过年放的爆竹足令百鬼精, 可见蒲曲将仍挤走, 却暴露出燃烧爆竹的安全隐患。 据西湖治语, 记载, 南宋淳熙十年, 宋孝宗赋前唐江关朝, 煎赏烟花, 五色烟炮满江绽放, 龙岩甚月。 之后, 纯熙十二年元宵节, 宋孝宗又让人在皇宫燃起百余架烟火, 他本人携后宫嫔妃, 皇子皇孙前往皇宫正门宣德门登楼观看。 皇家节日燃放烟花, 迷费巨大, 普通人家销售不起。 所以, 过年过节的烟火戏, 变成了大家消遣娱乐的首选。 据洪脉所著, 宜监制记载, 早在北宋时期, 民间市井就出现了一种甚危险害人的土烟火表演。 表演者事先将消失与硫磺、 木炭等均匀混合, 装置于类似竹子的器皿中, 点火施放, 使观众与表演者间形成对面不相见的状态。 同时, 伴随竹子的燃烧, 人们还会听到一大声如镜边铭壁的声响效果, 是当时技术含量相当高的一种烟火戏。 南宋时期, 烟火戏与要发木偶等元素结合到一起, 比如每年四月初八的御佛节, 临安街头总要上演一出喜迎佛子的大戏。 表演者事先在一根长度为13至15米的毛竹竿上, 隔层装置特制烟花轮和身穿光蜡纸服装的金佛。 当最低层的烟花轮引线点燃后, 绚烂的烟火会沿着竹竿竹层网上绽放, 并带动木偶表演。 被节日烟火笼罩的临安城中, 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售卖烟花炮账的个体户和商铺。 或许是咸南宋的烟火烧的还不够旺, 明清时代, 销石被大量运用于制造燕火, 供百姓娱乐或节日使燃放, 甚至只要年节临近, 人们就会想到搓弄开个火药铺子, 这是很赚钱的生意。 16世纪初, 波斯商人阿克巴尔第一次踏上这片东方圣地时, 就被这里的人们惊到了。 在《中国记性》中, 他写道, 烟火十分普遍, 老少都会制火药, 人人皆制造烟火。 明代百姓已经会自制烟火, 市场上除了宋朝传承下来的旧品种外, 又出现了霸王颠的老鼠、 二踢脚、三春流等20多个新品种。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 当属水上烟火。 古代皇帝最重农耕, 吉田祭祀往往是开春时最重要的仪式。 为了显示皇帝天人感应, 福泽万民的一面, 官员们需要花费大量心思其余。 自从水上烟火灭时候, 大家都省心多了。 水上烟火在制作时就被赋予抗潮湿, 抗浸泡的功能。 在祭天大典上, 明朝的教方明灵只需穿着细腹化身风, 雨、 雷、电、土、古诸神藏于事先搭好的草棚虚处, 再在棚架四周藏住一箱烟药、巨骨和火线。 待主持祭祀的官员喊出一句雨声时, 祭天大典最重要的旗语, 诗语缓解便徐徐展开了, 虚处烟雾四散, 鼓声蓬蓬震, 其火线薄发, 仙澈树长, 霹雳之声交加, 上藏水会, 倒清如梦, 樊棚内雨里无不沾润。 好久, 雨止了, 烟也渐渐熄灭了。 随着小说戏曲文化的兴盛, 烟火系还被明清时代的能工巧匠搬入黎原。 在人生鼎沸的呼应下, 绚烂的烟火成了刘官张三顾诸葛亮张义德加盟官战马超十面埋伏等经典戏马的背景。 通过人与烟火, 故事与场景的相容, 唱出一个时代的盛世繁华。 虽然烟花爆竹自诞生之日记就承载着美好的夙愿,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一点火, 一点光, 一声爆炸, 爆竹就耗尽了全部的生命, 留给世界的是不堪利用的趋效, 又或者是致命的火星。 实在, 永乐十三年, 北京紫禁城尚未完工, 明城祖朱弟下令元宵节期间在刚刚建成的五门外炸敖山万岁灯, 邀百姓共赏, 与民同乐。 敖山灯又名靠山灯, 是一种自带烟火效果的巨大花灯。 没想到, 敖山灯燃放的第一晚, 京城的一阵大风就把敖山灯吹倒, 封住火室, 把旁边的五门城楼给点燃了, 此时正值百戏表演时间, 宫里宫外都挤满了人。 敖山灯的倒塌即燃烧, 造成百姓死伤无数, 连负责此次元宵节燃灯活动安保的最高负责人, 众军都督同志马旺也在事故中丧失。 事后, 朱弟认为, 敖山灯倒塌是上天对他的事情, 虽将每年一度燃放烟花和花灯的活动挪到北海举行。 然而, 继朱弟之后, 明朝嘉靖皇帝也因在永寿宫燃放烟花取乐引发火情, 致使永寿宫整体被烧毁, 救火的太监宫女死伤无数。 于是, 自家靖年间起, 京城就率先实施了烟花爆竹献放令。 所谓献放令, 集官府明确规定燃放时间和设置燃放专属区, 并严禁在紫禁城周围燃放烟花爆竹。 这一举措在今天看来都具有化时代意义。 当然, 在燃放烟花爆竹的强大习俗面前, 具体执行效果应该很有限。 到了清朝, 皇帝们的防火意识普遍较强。 康熙皇帝不仅奉太后的御旨, 严禁工人在紫禁城内抽烟, 还在皇城的东西华门外设立防火不均, 加强工程火警防护力量。 与此同时, 朝廷大力整顿京城民间的烟花爆竹燃放秩序。 每逢年节, 清朝的五成兵马司都会全体出动, 严格盘查违规制作, 出售和燃放烟花者。 已经发现, 轻则加号, 重则入狱。 但重罚未必出粮续, 自晚清开始, 民间便多次出现死伤惨重的烟花爆竹爆炸事故。 返随烟花爆竹生产技术的发展, 此时, 民间已实现烟花爆竹的批量化生产。 据说, 当时湖南某地一元姓女子发明了一种专门用于制作爆竹的机器, 日均产量就可达到两万枚。 为此, 当晚清政府以天津作为示范区成立新式警察部队时,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就成了这支警察部队成立之初的首要任务。 1907年2月3日, 天津巡警总局在大公报发布公告, 入冬以来, 风高雾躁, 瞬间年节, 竞放花爆。 启花双响, 高入云霄, 以火落下, 以害非效。 贩卖燃放, 均于尽调。 特先小玉, 广为劝告, 父借其子, 兄为地道, 子弟有犯, 父兄家号, 躺敢故为, 绝不宽扰。 然而, 即便是实行连作, 在流行了上千年的民俗面前, 晚清的法律也犹如废纸一章, 无法真正约束百姓燃放烟火爆竹的行为。 待到民国成立, 政府改就立为新立, 废除就立年节,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袁世凯政府干脆派出督察小分队沿街巡视, 督促大伙, 不许贴春联和放鞭炮。 但, 不难预料, 没多久, 这项禁令就成了空头口号。 当时的北平城, 每到年底, 人们就疯抢烟花爆竹, 当子正出交誓, 乒乓之声, 急不绝于耳。 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对烟花爆竹依照民用爆炸品的相关法规实施管理。 一时间, 街头巷尾的烟花爆竹销声匿迹, 但大约从1998年春节起, 全国违法燃放烟花爆竹的案件明显增多, 之后连年成增长态势。 围绕进放问题, 每年春节前后, 在警方和市民之间形成了猫捉老鼠的现象。 虽然媒体一再宣传过年方式千万般, 何必独钟这一种, 但也必须承认, 没有鞭炮的农历新年, 是少了一点节日的气氛。 那么, 为什么很多城市还是坚定不移的进染? 数据显示, 2007至2011年, 我国共发生烟花爆竹事故503起, 造成998人死亡。 到2020年, 相关事故骤降到个位数。 可见, 严禁燃放烟花爆竹对社会安稳以及人民生命财产保护的重要性。 但, 问题从来不会这么简单。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 2021年全国烟花爆竹累计出口322901吨, 金额累计519840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192%和165%. 亚洲、 北美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是我国烟花爆竹产品主要的出口市场。 而我国花爆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湖南的刘阳、 李陵两市、 江西的万载、 平乡、 上利等市县, 以及广西的北海市, 其中刘阳、 李陵、 上利、 万载是花爆产业最集中的几个区域, 约占中国花爆行业总产量的80%以上, 颇有点墙内开花墙外乡的意味。 或许该不该放, 该如何放, 还有一条更细致的管理之路可以走。 而不是简单的移进了枝, 因为从漫长的历史长河看过来, 爆竹响, 眼花繁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年味。